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专家 因为巴哈利文明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一种新文明 这个新文明在中国在汉语体系里面出现不到20年 据我所知大概是2006年澳门的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一个伊朗原籍的一个学者 写的一本书叫《巴哈欧拉启示录》 在这里边第一次提到了巴哈利文明 那么大陆公开出现巴哈利文明是2010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许红博士的论文 叫做《八部宗教思想研究》 这部博士论文里边我写了一篇序言 这是在大陆第一次出现了巴哈利文明这一个概念 之后大家知道在山东的区域连续召开了多次世界文明论坛 叫做泥山世界文明论坛 从2014年开始就设了一个分论坛 就是巴哈利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 包括巴哈利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对话 那么冬天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向宏先生 在对外发表的一篇演讲里边就用了巴哈利文明 在这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还有各个大的网络媒体都纷纷报道了 泥山世界文明论坛论坛里边所出现的这个文明对话 里边都提到了巴哈利文明 那么这个文明实际上从1844年5月23号创立到现在才177年的历史 不到180年 这个文明可以说在它的初期甚至可以说在前100年里边 它是发展的非常缓慢的在几十万的信众里边 这个小规模的大家分享 一直到1974年以后这个新的文明突飞猛进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而且由于大家知道它在联合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有人说联合国也是受巴哈利的地球哪一国万众节气民这个伟大思想的影响而创立的 而且有一位中国籍的巴哈利女性朋友叫颜亚青 参与了从巴哈利的角度参与了联合国的创立 从1944年的华恒顿上属员会议 那是联合国的奠基会议 到1945年联合国的正式创立 都有巴哈利女性的学者叫颜亚青的身影 所以从那以后可以说巴哈利文明在中国就逐渐的有了一些广泛的了解 那么它的源头是一个美国人叫林乐芝 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万国公报 1874年首先发现有一个新文明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库尔德出现 但是非常模糊到1893年美国芝加哥举行事业宗教议会 美国的人民第一次从一个叙利亚来的基督教牧师嘴里边 知道了巴哈欧拉这个新的宗教信仰 也是新的文明的创立者在1892年去世的消息 从此之后美国就有很多人知道了巴哈利这个信息 其中有一个到中国去传播基督教的基督教牧师 叫李家白 1893年参加了世界的宗教议会 1894年他到中国创立上先堂 然后在1903年在上海上先堂就开始举行宗教对号 而且在1907年邀请了巴哈利在上天堂演讲 到了1914年他又给巴哈利的圣约的中心阿布图巴哈 发出邀请请他参加在上海即将举办的世界宗教大会 但是这个时候由于欧洲战争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次会议没有开成 阿布图巴哈给李家白先生写了一封信 然后李家白在1914年的11月份在上海的上先堂 第一次用英文演讲讲了一个波海会的精神级作用 这是一个英文演讲稿 后来在1915年的5月份 由杜亚全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 东方杂志上边就发表了李家白的这篇英文演讲的中文译本 题目叫做波海会的精神级作用 从此以后在中国就出现了中文的巴哈伊信息 但是开始叫做波海会 它把巴哈译成了波海 因为巴哈伊这三个中文字 它是来自于阿拉伯文的巴哈伊 它的阿拉伯文的原意实际上是光光明荣光荣耀 是含有这样的一个多重意思 那么翻译成了中文就变成了很多疫名 其中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 大概有33个甚至还更多的疫名 那么第一个就是波海会 后来有大同教 巴哈教 巴哈伊教 巴哈伊信仰等等 30多个 那么由于这种疫名的分散 所以是很多人对巴哈伊文明是什么 不是太了解 实际上巴哈伊文明从1893年在世界宗教议会传播开来以后 中国的很多先知先语 梁启超 郑观英 还有孙中山 最后是全球文明的世界级的大思想家 胡适 1910年来美国留学以后 1912年开始了解到巴哈伊 所以在胡适的思想里边 就受到了巴哈伊文明的很多影响 那么巴哈伊的另外一个 宗教杰出贡献者 就是清华大学的创校之父 大家知道原来清华学校是刘梅玉比学校 1922年巴哈伊信仰者曹云祥 去就任清华学校的校长 他就开始把清华学校 转变成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学 1923年开始奠定基础成立大学部 1925年开始正式招收大学的本科生 而且同时大家知道 曹云祥还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聘请了四大导师 汪国伟 梁启超 陈寅瀉和赵元润 从此使清华学校变成了一个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从这个时候可以说 巴哈游明对中国的文化和教育 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因为李家白的贡献 也被突出出来 李家白这个人 因为一开始他作为一个传教者 到中国传教 在山东住了十年 他发现要中国的普通百姓 接受一个外来的基督教 不太可能 所以1892年回到美国 1893年参加了世界重要议会 发现了巴哈游文明 然后他觉得巴哈游文明的最重要的地方 就在于提倡了一个和字 所以如果用一个字来解释 巴哈游文明叫做和 和它的延伸就是和谐 用基建林先生的话说 和字本身 它的左边偏旁是和 右边是口 那么说明和是粮食 口是嘴 别人嘴里边有粮食吃 这是和的先决条件 那么和延伸出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和谐 和谐这个谢字 基建林先生也说 这个左边是偏旁延 右边是解 解这个地方念谢生 谢字呢就是说 人人都有发言权 都有话语权 人人有了话语权 那么这样一个世界就会和谐 所以用一个字来代表 就是巴哈游文明的核心是和 那么用两个字代表 巴哈游的核心就是团结 为了团结 巴哈游主张要消除宗教的隔阂 要抿除民族的界限 甚至最后应该打破国界 全球是一个家庭 全球是一个世界 所以巴哈游拉就提出 地球哪一国 万众皆其名 只有实现了全人类的大团结 整个世界才会是和谐 所以很多思想家主张正义 巴哈游拉认为 正义的目的就是和谐 和谐的目的就是让全人类 联为一体成为一个大家庭 所以两个字来形容 巴哈游文明的核心就是团结 那么三个字也可以来分解 巴哈游的各个方面的思想 这三个字就是一二三 一是三个一 就是上帝独一 上帝是一个 巴哈游认为 从古代的人类创生之起 人们就开始有对外在的精神本体的信仰 这个信仰一开始是多神崇拜 后来慢慢地变成一神崇拜 那么这个一神崇拜 最后就由太阳神研化成犹太教的耶和华 然后基督教的上帝 伊斯兰教的安拉 然后佛教 普罗门教都有一个凡天的概念 中国道家的思想里边有道 巴哈游认为 这些不同的概念 实际上都是体现了外在于人的那种最高的精神本体 这个精神本体可以统一用上帝来概括 那就是上帝是一个 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耶和华也好 上帝也好 真主阿拉也好 甚至道 凡天也好 它的本质是一个 所以这叫做上帝独一 那么另外巴哈游认为 这个宗教 现在世界上分为很多种 加入世界宗教同盟的 有九大宗教 每一个宗教里边 大多数都有不同的教派 基督教有2400多个教派 伊斯兰教有1300多个教派 但是巴哈游看来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通通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本源 这个本源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 所以宗教里边的不同教派 巴哈一是坚决不同意分为教派的 为什么一个同样信仰的宗教里边 要分出2400多个教派 所以巴哈一主张 因为来自于同一个来源 九一不应该再分为不同的教派 所以巴哈一文明从创立1844年开始到现在 从来没有分裂成不同的教派 它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三个一那就是人类一家 巴哈一认为 人类创造 人类的被创造 就是来自于上帝 那么人类之被创造 就是要推进不断演进的文明 这个文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可以说 由于居住地不同 或者是别的因素不同 分化成了各个不同的人种 黄色人 白色人 棕色人 黑色人 但是巴哈一认为 不同的人种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本质 它的辐色并不能决定人的品性 决定人的品性的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个本质 就是求善的本能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人种 都有向善 真善为追求的欲望 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都是一样的 所以人类应该是一家 不应该分成这个种族 那个种族 这个民族 那个民族 所以最后巴哈一主张 巴哈一文明的最高希望 就是全人类实现统一 组成一个统一的 由各色人种组成的世界大家庭 所以如果用三个字来代表巴哈一 那就是这三个一 上帝独一 宗教来自于同一个来源和人类一乡 这样巴哈一文明 我是用这样非常简厚的概念来解读了一下 实际上巴哈一文明它包含的体系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宽泛 那么从1844年到后来 这个在以色列的海法成立世界正义院 作为巴哈一文明的最高领导机构 他们在推动全球的巴哈一文明的发展 为人类的大团结 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大家知道2008年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一花园 和巴哈欧拉的墓地在阿卡 被命名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这一年同时被命名的 还有中国福建的土楼 那么通过联合国的这个命名 以色列海法的世界正义院 这个所在的巴哈一花园 成了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 很多本来不知道巴哈一文明的旅游者 前去以色列 出了参观游览耶路撒冷的三大宗教圣地 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耶路撒冷之外 也到北部的海法去拜耶巴哈一的花园 花园的中心由巴哈一教的第一位创始人 巴布的灵亲 阿卡则由另一位创始人巴哈欧拉的灵亲 通过参观这些巴哈一花园 这个世界正义院总部的所在地 和巴哈欧拉的灵亲 很多旅游者进一步的了解到 巴哈一文明确确实实是一个崭新的文明 这个崭新的文明本来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设计 就是灵溪塘 它的第一座灵溪塘 后来是被苏联给摧毁 后来又彻底灭绝于地震 但是现在世界在格大洲都有一个灵溪塘 那么在美国芝加哥在这个西北大学的旁边 就坐落着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 就是巴哈一芝加哥的灵溪塘 本来这个灵溪塘的设计按照巴哈欧拉的设想 灵溪塘是一个主建筑 在这个主建筑周围要分设很机构 包括医院 学校 幼儿园等等 和整个文明的发展相卸调的一个机构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到现在虽然在各大洲都有了一个灵溪塘 但是辐射的这些文化和文明有关的机构 还尚没有建成 我们期望着在将来的灵溪塘周围 会有一系列的新的建筑出现 包括学校 文化设施 那么大家知道除了灵溪塘之外 在中国有一个恒元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羊羊羊 纺织毛衣的一个大公司 这个大公司最近几年 发现巴哈欧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 所以它开展了一系列的巴哈伊研讨会 探讨巴哈伊的建筑艺术 探讨巴哈伊的文化艺术 和巴哈伊的其他的艺术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巴哈伊世界中心 和其他的单位联合参与的这些活动 已经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由于由前人大副委员长许家露先生 主导的泥山世界文明论坛 从第三届开始探讨巴哈伊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 所以在学术界巴哈伊文明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这样我就特别想提到北京大学最著名的 科学教授之一楼玉烈先生 他谈到巴哈伊就特别回忆说他小时候在上海 大街小巷都听到很多人在谈大同教 楼玉烈教授所谈的这个大同教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哈伊文明 那么巴哈伊文明发展到现在 在中国由于很多学者都很重视 就筹建了很多研究巴哈伊文明的中心 1996年山东大学是第一个成立了巴哈伊研究中心 然后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后来是广州大学 然后是北京大学 2010年成立了巴哈伊文献项目翻译 据说上海市科学院也准备 或者已经成立巴哈伊研究中心 还有很多高校也在有不少的学者 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和探求巴哈伊文明 我想如果简单的和听众朋友分享 大致可以说就是这些内容 但是如果要详细了解的话 我们在山东大学出版社 在2016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广州大学 几个单位联合推出了巴哈伊文献基层 把中国大陆截止到2012年前后公开出版 发表的论文和论著收集起来 大概有386部和篇 那么通过这个巴哈伊文献基层 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新的文明 另外2018年我也在美国旧金山的中文出版社 一家公司出版了晚清明初的巴哈伊文明 这样的一本书是第一次在书名里边出现的巴哈伊 另外今年我也在香港的南西营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了两本书 一共两套书 一共三本 一本是胡适大同学案上下卷 一本就是圣泉东流 巴哈伊文明在中国 那么通过这几本书 也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巴哈伊文明 以及巴哈伊文明在中国的当代影响 好吧 谢谢马先生 谢谢听众朋友 好的 谢谢蔡教授 那么今天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在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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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